接下來我們來看巴斯卡原理重點2 那這個公式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從右邊這個圖來做說明 假設這個有N個相異物中 我們要認取M個 你每次認取M個就兩種狀況 第一種狀況你舉出來一定有含假的 假設這裡頭有一個人叫做假 那你每次認選M個要麼有取到他 要麼沒有取到他 就這兩種狀況 那這種狀況我們要把它加起來 含假的已經知道含假的 那你要取M個 所以你只要在從這個N-1個當中 因為知道已經含假了扣到假 所以在從剩下的N-1個當中 再取M-1個就好 因為已經拿了一個假 所以在取M-1個加起來正好是等於M 好 另外這種狀況是確定不含假 不含假呢就要扣掉 扣掉假 扣掉假呢就從剩下的N-1個當中 那每次要拿M個還是要取M個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右邊這個概念了 得到這個公式 好 那這個公式的輔助記憶方法是這樣子的 好 這個輔助記憶方法 那通常我們遇到的題目都會倒回來 要我們計算 比如說這個加這個為什麼會等於這個 好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觀察一下 這個是一樣大的整數 一樣大的整數 好 然後底下兩個呢是連續整數 M-1 好 如果你遇到這樣子的話呢 把它相加起來呢 這兩個合併怎麼變成一個呢 記憶方法是上加1 上加1 N-1再加1那就是N 然後呢下取大 M-1跟M呢就取大了 加取M 好 所以CN取M呢就會等於這兩個相加 就是跟這兩個意思是一樣 好 那這是一個輔助的記憶方法 好 比如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這個 好 數學數學的一個 的例子 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呢 是兩個一樣大的整數 那這個是連續整數 好 所以這兩個怎麼合併呢 上加1 7加1變8 下取大 那就是6 好 一樣 這是 同樣一樣大的整數 這個是連續兩個整數 所以上加1 下取大 好 好 那這個是啊 剛剛這個公式的一個 對應的例子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實際的例子 怎麼來驗證呢 剛剛這個巴斯卡原理 好 那現在呢 有甲乙丙十位同學 那選出三位同學 要去參加這個數學科進士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底下這三種 任意選 那就是C10取3 120 B B 含甲 已經知道有含甲 那就從剩下的九個人當中 再選兩個就好 好 36 那不含甲 那不含甲 就從剩下的九個人當中 還是要選三個人去比賽 那這是84 好 所以你會發現呢 這兩個相加呢 正好等於他 好 所以這個是連 這個是一樣大的整數 這個是連續整數 所以上加1 然後呢 下取大 好 以上呢 是這一個呢 重點2巴斯卡原理的講解 好 講完重點2之後呢 我們馬上來看立體這個老師講解吧 那他說要我們求底下這個柿子的值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好 這地方 我們前面呢 要利用這個巴斯卡原理 上面這兩個整數呢 要一樣大 而且底下呢 這邊是連續整數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把這個洞的手腳 好 C2取0 跟C3取0 是一樣的 好 因為我們知道 C2取0等於1 C3取0也等於1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換上去 好 把它換上去 C2取0 變C3取0 好 所以這樣子是不是就符合這個上面的 好 巴斯卡原理的一個一個公式 好 上面呢 整數一樣大 下面呢 是這個連續的整數 好 所以上加1 下取大 好 那一樣 這兩個再一組 上加1 下取大 這兩個再一組 上加1 這邊6 下取大 好 這個地方 好 好 這兩個再一組 上加1 是7 下取大 就是4 這兩個再一組 所以 C8取5 那C8取5呢 我們可以把它換回去 變C8取3 好 那你就876 321 約掉8756 好 以上呢 是這一題的講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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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快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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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